美国国务卫华博士布林肯在周一抵达立陶宛 开始对波罗的海三国的闪电式访问 而这三个国家分别是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 他们都是北约成员国 布林肯下他们保证说 一旦俄罗斯扩大他的军事行动 美国将会支持他们保护这三国的安全 美国 ihre House执行为ött bundle 5 武国主义军类事史文字 陶宛维尔纽斯大使馆发表了讲话 他强调不要忘记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损失 另外布林肯在周日还接受了CPS的采访 他说如果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在俄罗斯入侵的时候被杀害 乌克兰有应急计划 在之前英国媒体曾有报道 自从冲突爆发之后 泽连斯基三次躲过了俄罗斯的暗杀行动 而在今天晚些时候 布林肯将会前往李嘉 会接拉脱维亚官员 以及以色列的外交部长 之后会访问爱沙尼亚 而在周二他将会前往巴黎 与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进行会谈 新唐人记者陶明华福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